7月已经成为过去,8月已经到来,是不是有一种感觉时间开始过得越来越快了? 其实这是肯定的,因为人在逆境的时候,时间总是流逝得很慢,痛苦的感觉时刻煎熬着。 而顺境的时候,一切都开始加速飞逝,为好的事情目不暇接。 当然对于很多小飞侠来说,如今时间变快,只是因为肖战终于从逆境走向了顺境,一切都开始慢慢变好。 在过去的7月里,很多事情都在,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,我们等待着,我们期待着。 不仅仅是普通路人对于肖战看法,更是官媒对娱乐圈职业黑粉肃清的严肃态度。 所以在7月的最后一天,肖战用一段对话给他画上了句号,他的出现也不仅仅是对7月的一次总结,更是表明这5个月以来的黑粉肆虐,终于结束了。 虽然很难,但我想试试,以后你的生命里,有我在的每一天都是晴天。 8月你好,7月再见。 而如今,既然是已经进入了顺境,那么惊喜不仅是7月最后一天的访谈而已。 同样在8月的第一天,也就是8月1日,我们同样收到了来自肖战的惊喜,这让许多都在想念肖战的人,都感觉无比的欣慰。 今天一张饭局上的肖战,照片出现在各大论坛当中,这张照片小编从来没有见到过,所以应该是最近刚刚拍摄的。 至于是直播对话之后的庆功9,抑或是很早之前的饭局,其实都没关系,对于小飞侠而言,从未见过旧核心的图片没有什么区别。 因为想必很多对肖战朝思暮想的小飞侠,早已不止一次从头到尾的刷遍关于肖战所有的材料。 所以虽然小编也不敢肯定,这张图片是最近拍摄的,但是能够保证的是这张图片从未出现过。 而在图片中,很明显的可以看到,肖战整个人是一个十分放松的姿态,手抱着膝盖,谈图也十分自然。 自然而然的可以推断出,肖战的这顿饭局应该不是什么大老板,大概是一个同辈或者前辈。 所以肖战才可以不用拘束,很自然的一举一动。 另外,从饭局众人的表情中,众人放松而愉快的状态,也恰恰说明肖战已经融入了这个群体,并且和他人也是愉快相处。 而在这些照片发布后不久,就有网友晒出了相关的视频,从视频中则更加直观的可以看到,肖战的确是十分享受,这样一次的饭局。 不仅姿态十分放松,把他的腿放在椅子上,当音乐响起,他的手指也会随着旋律移动。 可以看出,他周围的人和环境使他非常放松,对于肖战来说,这次的晚会让他十分顺心。 虽然一顿饭局并不能看出一个人的好坏,但是对于肖战来说,这一顿饭局却让不少人看出了他的不平凡。 因为如果换作是普通人,经历了整整五个月的网爆风波,还要放弃掉流量明星最重要的投票,无疑是壮士断臂,强行转行。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,肖战都坚持了过来,他用这些磨难练就了自己的铁骨蒸蒸。 8月的第一天,肖战的消息,再度从某平台的热搜上出现。 果然,这个男人一出现就必然会掀起风浪。 看到熟悉的时期为热搜,小编忍不住冷笑出声。 都不用看,就知道里面不会是啥好消息。 因为时期黑热搜太明显,他甚至有个小时期和肖时期郎的称号。 五个月来,无数的谣言。 如果有一帮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抹黑一个人,那么他们所说的所有话都已没有听取的价值。 为了抹黑一个明星,甚至还排出具体的课程表,来唆使青少年真是令人大开眼界。 网友虽容易被不明消息蛊惑带节奏,但也不是傻子一旦愿意花费时间去探究真相。 轻易就能摆扯出一些目的性明确的实料。 一切只需稍加留意。 比如,消失了快两个月的肖战突然出现在曹宇诞辰110周年的直播活动。 据悉直播是下午三点开始,许多粉丝都不知情因而完美错过。 肖战活动的消息空降也不是一次两次了,那和粉丝相思成绩。 得到消息后话题讨论量一下子就上去了。 阅读量直接破译。 但这个热度,却没能上热搜。 包括之前光点单取消量短短几天破译,这个破了记录本该引起热议的劲爆话题,愣是没给上热搜。 当日话题榜中的阅读量和讨论量明明远超其他话题。 这就侧面证明了一件事,某平台的自然热搜已经少之又少,甚至没有。 肖战的粉丝想必已经不会计较平台,给不给上热搜,毕竟不上热搜大家也能自嗨。 上了说不定又会引起纷争,不如低调。 奈何今日黑热搜,就极不可耐地登上了17位。 肖战的热搜只要上了17,一定没啥好事。 点进去肯定是逮着他骂的。 在检查日报特意做过澄清之后,仍然有人故意去解检查日报的立场。 将难堪的字眼生般硬套给肖战,有些话真是骂得要多难听有多难听,连截图都怕无了鼠标。 这也是小编第一次看到,黑粉被频繁挂上热搜,果然花花世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 17位的热搜内容无非是猛牛直播活动的时候,主播的一些言论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。 许多肖战粉丝,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么个直播。 对粉丝来说,爱豆本人不出现的直播,有啥好蹲手的。 也许主播确实言喻不当,但可以对主播的不善言论进行指责。 可怎么评论里的风向,吹着吹着就变成了抵制肖战。 一帮人狂刷肖战的负面,最终矛盾又对准了肖战。 可是肖战受益了主播这么说的吗? 又是从哪里看出肖战本人有这个意思? 有人说,既然主播提到的是肖战的黑粉,那就和肖战有关。 这样牵连九族的逻辑不是不打自招,说明了自己就是那帮所谓的黑粉吗? 欲加之罪和患无辞。 事实的真相,再次令人感到无语。 小编敲下这些字,特意去看了下热搜还在不在,一看石器位一动不动,沾得死死的。 一看时间,已经几个小时了。 有人坚持说热搜是肖战团队自己买的,我砸钱把自己黑成响。 是要把粉丝虐托不可。 肖战和粉丝是有世纪大仇吗? 他就那么不想出来工作吗? 笑,这逻辑神了。 更滑稽的是有人说某浪是肖浪,想炸谁的号就炸谁的号。 但若真的某浪是,愿在肖战一边的,石器位专属宝座又作何解释? 肖战现在的热度是越来越奇怪,自己拼命想低调,恨不能隐身,对家却死死盯着他的动向。 稍有风吹草动就黑料编起黑热搜买起,石器位简直成了肖战的专属黑位。 但明星最怕的就是没有热度,哪怕是黑也是种热度。 肖战的粉丝目前,唯一不用担心的就是自家爱豆会凉凉。 你看,时不时的,对家会花钱给你爱豆买热搜,黑热搜一挂上黑怎么就兴奋,黑粉一兴奋。 红粉可不得几眼,粉黑之间可不得大战一场。 一来二去,你来我往。 肖战什么都不用干,甚至不用露脸,就能持续火在最前沿。 一毛钱都不用出,只要保持心态佛系,人气始终一起绝尘。 仔细想想,肖战虽然被骂得很惨,但这种红的莫名其妙的方式也是在令人感到啼笑皆非。 如今的明星忽然火一阵的不在少数,但爆火一阵热度直线下降的却更多。 所谓火得快糊得也快。 如何把热度持续下去,简直就是当下所有流量明星的一个难题。 你若没有清白的过往加今天的财情,要牢牢抓住粉丝善变的心可谓难于登天。 原本肖战在热度稍微平息后,说不定会变得越来越糊。 据观察,他的很多粉丝都是眼狗,这类粉丝爬墙的速度比壁虎还快,恋心比翻脸更神速。 原本肖战说不定是能实现糊的梦想的。 看他过往采访很清楚表示,希望能够脚踏实地每天进步一点,渴望能拍出优秀的能让人铭记的好剧。 有这份心思的人,过大的热度反而是一种阻碍。 看看现在厉害到,就差飞檐走壁的战姐群体就知道,他现在这热度拍戏,连做保密工作都难上加难。 疯狂割韭菜吧,人家又不愿意。 原本吧,肖战可能因为过多的工作导致加速衰老,颜值可能就撑不了多久就崩了,那时眼狗们自然就慢慢爬走了。 现在好了,比粉丝更看好,肖战前途的对家们心理素质不过关,提前开始恐慌,提前开始布局了。 硬生生把人家原本可能糊的人固定在了风口浪肩上。 这些居心叵测的竞争对手以一己之力,破灭了肖战成为胡咖的梦想。 一直想神隐的肖战内心,一定恨死他们了吧。 原本想着热度慢慢降下来就好了,这下一闹,粉丝都加固了,到死他们都要追随自己到底了。 甚至对自己没有了任何要求,只求活着可好,这辈子想过清静日子的梦想彻底碎了吗? 小编总忍不住觉得,肖战乃其人也,他现在的行径一会儿下乡考察,一会儿和位高权重的前辈,进行文化上的深度交流,他这到底要干嘛呢? 既然颜值丝毫没有下降,那拖快点去拍戏好不好。 不过看肖战昨天对万芳的提问,以及语言上的表达,感觉他又进步了。 所以啊,恶风言风语,无需挂怀,是非曲直,由人去说,不必过多在意。 莫让舆论得逞,乱了心智,走了进去脚步,那才是血亏。 他黑管他黑,我自向阳行。 肖战粉丝,可以放心了。 谢谢大家观看,欢迎关注,第一时间带来最新娱乐资讯。 来给大家看,欢迎订阅。 来玩吧。